中国好声音已经举行了十届 很多学员闯出一番名气 比如张碧晨 吴莫丑 中国好声音为作为一个平台 也会给选手们带来很多资源 比如2020年冠军单一纯 在节目后获得了很多资源 上了很多节目 还发表了自己的专辑 而2021年中国好声音冠军五颗月 并没有获得很多资源 反而是亚军王静雯受到浙江卫视的热捧 浙江卫视不仅力捧王静雯 还花费了很多心思去捧他 浙江卫视播出的音宗闪光的乐队中 王静雯是最小的咖 在张楚 梁龙 杨坤 王林凯 朱星杰等众多实力歌手和偶像加盟的情况下 浙江卫视给予了王静雯充足的镜头 第二期预告中 给了王静雯充足的牌面 磨炎三杰的张楚属一王静雯 预告播出后 王静雯受到很多关注 在播出的节目中 两人虽然没有组队 但碰王静雯的效果达到了 第二期的表演中 王静雯 唐汉潇和马博谦合作了 墨河舞厅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采访阶段 主持人给王静雯充足的时间和镜头 这个时候的王静雯和前两期的完全不同 摆脱了社恐人设 王静雯除加盟闪光的乐队外 好声音期间 获得了浙江卫视中秋晚会独唱的机会 可以看出 浙江卫视那个时候就有要捧王静雯的意思 王静雯还参加了2022年浙江卫视跨年演唱会 是唯一邀请的2021年好声音学员 其他的与好声音有关的嘉宾 不是导师就是助教导师 与王静雯不同 作为好声音 五颗月没有受到浙江卫视的热捧 两人的资源差距对比非常明显 但五颗月也不差 比赛结束后 五颗月参加了家乡的很多活动 几个月后 就登上了央视晚会的舞台 在央视举办的央视新年音乐会中 五颗月和小提琴演奏家 吕思青合作了月光光 五颗月的歌手呢 我们拭目以待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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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